大概100萬以上跑不掉 有經驗的伊坎就知道 這寬敞大舞台 華麗的燈光 立體音響外加LED雙螢幕 這是自稱小蝦米的陳柏惟 選前之夜的音樂會場地 光是舞台就要破百萬 那場地租借費呢 無日高鐵站旁絕佳的地點 依是因為背後有金主 60萬起跳的場地 不用錢給你辦 網友看著規模也炸了 說3Q哥 choo good真的粗 金飛洗筆 背後有好多的金主 後台好印 有錢不只任性 還能大港你贏 小蝦米背後的大金魚 真的大信 俨然就是在全國執政黨 動起來的情況下 為了要保住你 哪裡小蝦米 一些好朋友討論了之後 就決定幫我們辦這一場 他們擅長的音樂會 那事實上我從來也沒有 主辦過這件事情 金流沒有經過我們這裡 那也不是我去募款處理 陳柏惟說自己不是主辦單位 這場選前音樂會 是一群好朋友自願幫忙 至於錢從哪裡來 花了多少他一概不知 也難怪網友諷刺 本來以為小蝦米 要來一場哽咽番罷免 原來是辦一場大港你贏啊 介台中綜合報導 這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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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